成員 可以看到爸爸的照片了 可以看到爸爸了 你好 2020年元旦这一天 哲慧金带着女儿熏熏 来到了影楼 五年前的2015年 她和丈夫秋黄成结婚七周年时 一家人曾经在这里 拍了一次婚纱照 一般她上半年 天气暖和一点的时候 她都复材在西北 都去执行任务了 然后冬天回来 基本上也都是天气太冷 然后我们基本上 也都没有把这个时间排出来了 然而这套没拍完的婚纱照 如今却再也没有可能拍完了 2019年6月 周慧金的丈夫秋黄成 因突发炉内淋巴流 倒在了站位上 三个月后 因病情恶化叙事 年仅40岁 秋黄成所在的任务规划队 担负火力保障任务 是导弹发射中核心的环节 每一个数据 每一个小数点 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差 三 二 一 一 点火 点火 它是把最关键的参数 从数字变为一个指令 这样一个岗位 它的一个数字 只要撤了一个 那我们飞出去的导弹 就知道要骗它到哪里去了 这很的确的 很精准的数据 它不是一个两个的数据 它当时在手上会有三四十个 多的肯定有五六十个数据 那要一个一个的去年交对 五年来 秋黄成精确测算的 3.3万条数据 无一差错 它的认真和严谨 让它成为 执行任务时的不二人选 五年的时间 秋黄成更是手把手 交出了这里的每一名技师 我现在还能想到 他当时就说 在他们操作当中 遇到困难的话 他会怎么去教他那种表情 有时候就这样 这样看着 然后笑眯眯地 就如果他们问了 他也不说 他笑等 让他们去误 等到误不出来 他就再会跟他们讲 怎么这么做 怎么怎么做 哪一步该怎么做 就会这样去教 真是手把手地 把他们交出来的 每个周末 熊熊都会去美术班 学习画画 爸爸牺牲后 他很想把爸爸 在他心中的样子 一点一点画出来 就好像爸爸 从来没有离开过 还在身边陪伴着他一样 我的爸爸是一名火箭精 他穿上军装的样子可威武了 他不仅穿上军装石威武 平时也很帅气 爸爸是个大脸 又黑又粗的眉毛 更加帅气了 眼睛炯炯有神 鼻子像战士一样挺立着 笑起来和蔼可亲 这是熊熊在作文 《我最爱的爸爸》中描述的秋黄成 和战友们眼中亲切开朗的印象 颇为一致 就感觉自己带人 自己的那种特效 带风那种感觉 就是永远都感觉 昂臭挺胸 腰瓣很直 就是活逆思涩吧 算是可以一直这样说 虽然只有十岁的熊熊 还不能真正理解 军人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但在他的记忆中 爸爸很热爱自己的工作 每时每刻 每分每秒都在忙碌 这是我们任务规划 对我们队长的办公室 这个就是我们队长 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就是他的位子 然后这个是他的办公店 就是每次一听到电话声 就是很兴奋的那种 哎呀那种 站在鼻子鼻子的那种感觉 然后永远就是 是明白请放心 除了完成日常的 大量计算工作之外 秋皇城还要亲自去盯 演习环节中 技术操作的每一个细节 这是我们同事任务 作战演习时的单位 以前就是我们队长在的时候 就是每次每年任务 他都会是坐在这个位置 就是为了死心耗水 尽快掌握操作机能 还是就是一个保证任务的 准确性 他都是坐在这个位置 就是作为一个技术把关 来陪众我们 这个位置我看着挺小的 对对非常小 他因为他鸽子将近有一米七七 其实坐在这个位置很憋屈 身上还背着手枪 防御服防御面具 非常难受的 这个位置其实坐得一点 都不舒服 其实非常急 那他一坐 可能需要多长时间的 三十四个小时差不多吧 基本上都是这种常态 工作的忙碌 让秋黄城 能陪伴女儿熏熏的时间 十分有限 这些都是他 就是他的这个工作的一些东西吧 在秋黄城的遗物中 有一篇他在女儿的一次家长会上的发言 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 我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 很少陪孩子 很少照顾家庭 曾经跟家属开玩笑说 和占有一起睡觉的时间 比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要多 但是很幸运 老师们很负责 虽然在秋黄城的心里 对很少陪伴女儿感到非常愧疚 但在妻子和女儿熏熏的心里 他一直是一个称职的好爸爸 他回来女儿的兴趣般接送 也一定是他接送的 然后有时候冬天啊 天气比较冷啊什么的 那他都会 衣服都是他洗的 他都很主动的 就不要说 老公你帮我衣服洗一下 不需要 然后像这种天气冷了冬天 我就 习惯性的就衣服对在这里 因为他这么多会回来洗的 我的爸爸虽然很少回家 但他回来的时候对我很好 周五回来时会带好多好吃的 周末还会带我去公园抓鱼 爸爸看到鱼也都会发亮了 和爸爸一起在公园钓鱼的场景 也被熏熏画了出来 咱们就行了 авай 咱们就 秋皇城到西北戈壁 执行某实弹发射任务 这已经是他这一年内 第三次来戈壁了 与他一起执行任务的战友 陶泰明为他拍下了最后一次 在戈壁时的照片 有一天挂完沙尘暴 我看到他从帐篷那边走过来 那个矫禁的步伐 让我很有拍照的欲望 我就给他抓拍下来 他看到以后就很想要这张照片 我也承诺他了 回去以后把这个照片给他洗出来 然后再清油给他 然后就是现在成了一个遗憾 2019年6月中旬 秋皇城突然出现了喉咙嘶哑 咳嗽的症状 当时以为是环境弱 他也并没有在意 只当作是一次普通的感冒 三 二 一 等我 因为那个地方周围的温差很大的 因为那个地方的话感冒很容易的 我跟他讲了 我说你不行 我说你去野战救护所那边 我说你挂两天水 这个就好多了 这个就好了 因为毕竟那段时间 晚上我们都是一直在搞火力突击 而且他那个时候也是在 就是说在那个驢指挥车上面的 说不要紧 这个你看有没有药 有药给我拿点药吃就行 秋皇城从高原执行完任务返回营区 又立即投入到新的演习任务中 2019年6月28日 就在秋皇城第四次走上西北戈壁时 他的病情突然加重了 白眼里他说这个 感觉这个眼睛看不清楚啊 有点糊啊 我说近视了呗 我说 我说哎呀现在近视很多了 看看手机近视了 然后他跟我秒说他不会 他说金金我感觉不是 他说我都还站起来 我以为我困了 就是我还站起来 就是调整调整运动运动 这个结果他说 我再坐下来电脑 调整了一下以后 再坐到电脑面前 打字还是有些模糊 这个幼稚偶尔会有点麻 他跟我讲 2019年7月 秋皇城被确诊为 炉内多发战位 弥漫大B细胞性08流 医生建议他 尽快进行开炉手术 但秋皇城坚决不同意 因为他怕手术后 休息时间太长 耽搁了他执行任务的时间 直到战友们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因为全面建设成绩突出 2019年7月14日 习主席签署通令 给秋皇城所在的火箭军谋旅 写二等功 他非常地高兴 他跟那个小孩子考试考了一百分一样 就是说眼里有泪光 就好像很自豪 他就说好 好 好 他说了好几个好 眼睛里我看到就是有泪花一样的 就很激动 他们就给他讲 说你这个手术一定要做的 做完手术之后 你到时候过个时间半个月 你好起来了 还可以一起去执行任务 然后他听到这些 他就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然后他就同意做手术 八一建军节不仅是个节日 还是我爸爸一个特殊的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爸生病了 脑袋里长了三颗肿瘤 并且长在了不同的位置 有两颗连在一起 所以爸爸在八一建军节那天 上了战场 2019年8月1日 秋皇城实施开炉手术 手术后 秋皇城丧失了部分记忆力 和语言功能 但还有让他念念不忘的事情 然后他刚从昏迷中醒来 他就喊我过去 他你过来你过来 还跟我招着招手 然后他说 走 我们把东西收拾一下 我们去山上去 然后我就给他讲 我说现在在医院里 我说不是在单位 然后他说那你赶快去啊 第一期化疗结束后 秋皇城有一段回家休息的事件 在高铁上 他提出要先回单位看看 秋皇城的办公室在五楼 窗户正对着营区的大门 能够清晰地看到上面的 二等功率四个大字 然而因为身体虚弱 秋皇城最终没能走上这 九十二级台阶 营区的操场 留下了他最后的身影 在这里走 当走到那里的时候 就是那个客户训练 虎下面的时候 当时就走在那两个战士 有一个战士就给他敬礼 敬礼的时候呢 然后他就给人家回礼 回礼的时候 因为他那个可能生病 他手抬得比较慢 人家给人敬礼的时候 人家敬礼已经走过去了 然后他抬了半天 他才给人家回礼 大概也抬了十几秒左右 然后我就给他讲 我对啊 我说人家都已经走远了 我就说你不用给人家敬礼了 然后他没拧我 他就说不行了 给人家回礼 这是规矩 缓缓的一个军力 是秋皇城对战友深沉的爱 其实秋皇城这样的行为 并不奇怪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部队是家 战友就是亲人 2009年部队分房时 按排序他能分上 但秋皇城却把名额让了出来 当时他跟我讲 现在复合分房调的人比较多 房源比较紧张 他在市里面已经有房子了 虽然远但还比较方便 如果他把那个存房的名额让出来 其他有序的同志就可能分到房子了 他遇到事情 总是先想到别人 先替别人着想 秋皇城期待着回家养好身体 早点回到战斗岗位 早点回到战斗岗位 所有人也都盼望着他能够早日康复 可没想到 可没想到没过多久 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 带着不舍 秋皇城没有来得及和任何人告别 走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 爸爸 我知道 你一定去很远的地方执行任务去了 因为平时你的心里装的全是工作 当我来愿你不能像别人那样陪伴我的时候 你对我说 爸爸是一名军人 工作很特殊 希望我理解 爸爸 我理解你 你放心去执行任务吧 我不会再淘气 我会听妈妈的话 我会照顾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我会努力得席 继续拿更多的奖状和荣誉 向你报喜 因为我是英雄的女儿 爸爸 亲爱的爸爸 梦里再见 寻寻给爸爸画的最后一幅画 是风铃 原型是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和爸爸妈妈一起动手制作的手工品 为此他还得到了一张奖状 风铃代表思念 代表快乐 因为爸爸是解放军 很少回家 我经常想他 所以一见到风铃 就好像爸爸出现在眼前 爸爸的梦是强军梦 我的梦是晨才梦 秋黄城的生命轨迹 如同一首戛然而止的歌 但亲人和战友 对他的深切怀念 就如这鸟鸟不绝的风铃声 要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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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贴 这个 这个是我 这个刚刚好这样 上面这样子 把那个一只小型给他弄掉 这样 好样的 小心 不错 熊熊把画给爸爸的画 和妈妈一起贴在了墙上 他希望远在天堂的爸爸能看见 他和妈妈也会带着他对工作和生活的信念 坚强乐观地过好每一天 秋黄城想做的 把这个整片的这个墙贴吧 我都要 要实现 觉得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二十二载军旅生涯 秋黄城是如此频繁 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 大家都在做 但他又是如此味道 因为他把每一件事 都做得那么努力和认真 死亡并不可怕 也并不可悲 可悲的是 有些人纵然活着 但生不如死 活不如灭 所以 在有限的生命里 要脚踏实地地 做好每件小事 做好每件小事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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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